本港新增38宗新冠肺炎国案 32宗属于本地感染 连续3日本地个案达商位数 继组面店和茶餐厅群组 和安劳院设群组之后 沙田水泉澳村出现了另一爆发群组 一日多了11宗个案 水泉澳村名泉楼合共有12人感染 由于患者住在不同的楼层坐向 相信和喉管设计无关 新增个案也有9宗源头不明 包括连锁化妆品店莎莎 两间不同分店的职员染病 卫生防护中心说 病毒传播力利害 不少确诊者家人都受到感染 担心会再一步扩散 有立法会议员要求加强检测 堵塞关口防疫漏洞 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 下星期一提早放暑假 先讲下最新的疫情 32名本地确诊患者年龄8至89岁 其中11个是水泉澳村名泉楼的居民 之前那里已经有一名确诊者 感染源头未明 平石村宾记足面店和油麻地新发茶餐厅群组 合共多10人感染 患者包括一家三口 56岁的爸爸做过的士司机 他曾经和一名之前确诊的司机接触过 他两名分别就读屯门宣导会 陈瑞之纪念中学和青虫小学的女都确诊 茶餐厅群组也有三母子确诊 丈夫是的士司机 另一名64岁的男人 星期一做过替间的士司机 池云山港大活佬中心 再多一名院友和一名家属确诊 家属是18岁的男孩 他探爸爸的时候 会一起到胡老院附近的池云山中心 被问到疫情是否失控 当局说根据外国的经验 如果防疫做得不好 确诊个案会几何色倍增 似乎散步都很阔 还有个案的行踪都去很多地方 我都很难一一告诉你 他去过哪里 变了我们追寻那些密切接触者 源头都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都非常担心 余下9宗源头不明的个案 其中两名患者是连锁化妆店 沙沙的职员 还有德望中学一个13岁的女学生 安达村 彩云村 彩辉村 慈安苑各有一名居民确诊 另一名35岁的男患者 在北角电器道开补集社 住在将军澳进海 至于陆中输入个案 患者分别来自印度 哈萨克等 有两人经吉隆坡来香港 其中一人是海员 未能联络到 无线电视机者 郭永恩报道 本地新增确诊个案中 大约三分之一来自沙田 水泉澳村名泉楼 有居民担忧疫情爆发 下午陆续搬走 水泉澳村名泉楼 新增11人确诊 成为另一个爆发群组 卫生署人员 在大厦设心喉 退役让本瓶的收集处 据悉近九成居民已经检测 多个新村全副保护装备的人员 去到大厦清洁 带同消毒剂喷壶 有居民购买粮食和必需品 自己在家隔离 部分的居民就执拾世线离开 搬去外家住 没有 她说 叫我一个因 我又三高 她说叫我出去就稳定一点 附近这些酒店 政府那些我都不太清楚 隔离的措施是什么 直到现在其实都没有人联络到我的 我们全部消息都是 自己在网上看的 她到底隔离成什么呢 然后我们问楼下空间 她都没有说有这些消息 也有居民说不会搬走 确诊源头是只有一个 起码大家容易控制 你再搬来搬去 那就更加多源头难控制 尽量都不要到处走 和早前出现爆发的长康村 和丽原村不同 卫生防护中心相信 水泉澳村的情况 和大厦喉管设计未必有关 那些专家下去看 就是觉得 后馆因为它都在外面的 就不是好像拿完那些在室内里面 还有它是向着不同的方向 大家就不会有接驳 有机会是大家 可能在渠那里接驳 所以就觉得在渠那里 基本上那个传播是可以排除 但是当然居民 上上下下下坐升 或者在附近不走下 或者有时撞到 都不出奇 当局也无意撤离居民 至于是否因为病毒量高 导致名泉流出现大量感染 卫生防护中心说 需要科学分析才知道 武士廉时机 就在刘俊玉报道 水泉澳村群组 其中一个45岁女患者 是港铁东铁太和站 一个兼职车站助理 港铁说 那个女人今早早仍然有当值 上班前探測体温正常 当值时有戴口罩 他搭东铁回家时 接获通知确诊 随即在大学站下车 之后由教户车送院 港铁说 已经安排清洁和消毒太和站 大学站和有关的地方 教局宣布 因应本地疫情反复 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 下星期一开始放暑假 近日本地新冠肺炎个案急增 多间学校有学生确诊 教局听取校方反映家长忧虑 以及咨询专家意见之后 决定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 提早在下星期一放暑假 要进行重要考试的级别 包括中三至中五 要选科和准备公开考试 可以完成考试才放假 另外部分小学安排了 下星期考小五情分市 这个市关乎中一派位 教育局说校方可以选择 预期考试之后才放暑假 校方也可以选择 将情分市押后到九月 局方也押后递交 情分市成绩的限期 到十月二十号 考试本身是一个静态的活动 也不会有太多时候 同学之间有一个沟通 所以我们相信进行一些考试 仍然是一个安全的活动 杨洋雄又说 学生应该避免暑假活动 学校如果要为学生补课 要确保校园环境安全 学校上课都不上 我们都觉得暑期活动 在这些情况之下 就应该不要去举行 有很多学校都是预备 在这个暑假里面 做一些补课 令到学习能够追上 准备考试 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学校仍然可以安排一些补课 但是在那个环境安全上 是需要做足所有的功夫 他又说学校也可能有其他职务 不例如派发一些通告 或者暑期组业等 需要学生在校内完成 他说如果未能够透过网上平台处理 可以稍后安排学生分批回学校处理 至于中学民平市就维持在今个月22号放榜 学校考生可以回学校领取成绩 有小学校长说为了减低感染风险 会取消小四偏班试 而小五成分试就会预期下星期开考 有中学说已经完成考试 但提早放暑假会影响学生对卷 新冠肺炎疫情又趋严峻 有小学就说他们的小一到小三 以及小六即日起已经开始放暑假 教育局的新安排 只是有小四和小五受到影响 其中小四偏班试取消 参照上学期的成绩做平核 小五成分试就继续 成分试是相对重要的 家长或者学生都希望可以如常去进行 就是在下星期继续考 因为如果再延后的时候 其实担心整个暑假 小朋友又被迫要继续温习 大人又要被迫继续帮他们温习 他说会将一班分多个班访考试分试 增加座位间距 另外有中学赶及在提早放暑假之前 完成所有年级的考试 但是以往的对卷环节就要改为网上进行 只有中五学生可以上学校对卷 他在家对卷的专注度可能会差一点 这个我们都在想 怎样令学生又知道自己的分数 又不用公开他太多私隐 不会被其他同学见到 同时都令到他可以更加认真地上网课 这个是一个挑战 教育局容许中四中五的学生在暑假上学校保课 五换结就说未来两星期会视乎疫情 会加紧中五学生的学习进度 无线电视记者萧永燕报导 稍后回来仲会报导 有政府专家建议 获冠免检疫的海外反港人士 也应该做病毒检测 法国和德国据报提出措施 反制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 但就没有考虑制裁中国 新闻时间 政府强制经机场到港的机组人员 和船员留样本 做新冠肺炎病毒检测 有政府专家建议 获冠免人士也应该做检测 政府3月起 不用狗虑海外反港人士接受检疫 星期三起将豁免范围收窄 强制所有经机场到港的机组人员 和船员都要留下胸后退役样本做检测 当日收集了1025个样本 结果同日由哈萨克底港的4个机师 或者机疮职员确诊 根据政府资料 单是5月已经有大约4万个获豁免检疫人士入境 较3月和4月多 有政府专家顾问认为 工职人员、学术专家等由境外回香港 仍然获豁免 不需要做病毒检测 也不需要居家隔离 存在漏洞 是我们社区的隐形传播链的其中一个来源 病毒不懂分你是什么行业 为什么你只是帮机组人员、海员业 其他人又不用呢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透露 政府只是考虑为所有豁免人士留样本 豁免和不豁免就是家居隔离 他说一旦社区爆发失控 政府可以考虑以酒店、邮轮作为隔离设施 无线电视记者何文均报道 医管局说正是与政府积极筹备社区隔离中心 预计选址远离民居 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杨帝刚说 现时公立医院一线病床占用率超过六成 有需要时亦可启用五百多张二线病床接收康复患者 他提到政府正是积极筹备社区隔离中心 比较年轻和病情稳定患者继续治疗 医管局正是在人手和善食方面作出安排 有需要时可以进驻隔离中心提供医疗服务 中心选址远离民居 7月1日警员在铜锣湾被刺伤的案件 警方拉了7个人 涉嫌协助早前被捕24岁疑空 企图离开香港 被捕的五男两女年龄是介乎24至71岁 其中一个人是早前已被捕疑空的女朋友 据了解被捕人士亦都包括疑空的爸爸和朋友 一个人是机场控制塔职员 警方在星期四的行动中 掩走电话、信用卡等证物 案发在7月1日 多个人走出卫院对开的高示威道 警方采取驱惨行动 一个机动部队警员拘捕疑犯的时候 遭到多人襲击 其中一个男人用刀刺伤他的左臂和肩膀 警方追查之后 在7月2日凌晨 在机场一架前往英国的航班上 拘捕24岁疑空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有多人涉嫌协助疑空企图逃离香港 消息指包括疑空的女朋友 涉嫌帮他买英国经香港 去到台湾的回程机票 曾经受访的时候 说对袭击事件不知情的疑空爸爸 怀疑收到电话之后 将疑空的旅游证件交给另外两个人 再转交疑空 一个人是接载疑空和他的女朋友 去机场的司机 至于机场控制塔职员 涉嫌负责提供被告警方的信息 由他的兄弟告诉疑空 警方警告干犯协助罪反罪 最高可以判监10年 武线电视记者刘俊玉报道 去年屯门一宗侮辱国旗案 被告原先被判社会服务令 律政私身情覆核 被告今日被改判监禁5个星期 去年9月有人发起光复屯门游行 21岁咖啡师学徒邓志乐 期间焚烧和踐踏国旗 原本被判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 律政私申请覆核刑期 在屯门裁判法院覆核凌讯上面 律政私说被告知识国旗是属于政府的公物 仍然和其他人一起焚烧和踐踏国旗 应该改判更具阻吓性的刑罚 以突出案件的严重性 辩方就说社会服务令是补偿式的刑罚 有更生作用 对社会也有阻吓性 被告也求情说 接受社会服务令之后有重大转变 有深刻反省和渴望改过自身 处理主任裁判官将结议承认 软判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家营因素 例如被告知道国旗是政府公物 被告的行为或者会鼓动其他人 和焚烧国旗会为人身和财物带来危险等等 改判被告监禁五个星期 警方欢迎法庭裁决 过去一年社会的观念出现严重偏差 认为只要是表达意见 即是可以是违法亦会达意 因此有市民尤其是年轻人 认为违法是没有后果的 今次的判刑正正就再一次说明 这个想法是错的 另一宗沙田侮辱国旗案 被告亦都原先判社会服务令 经过刑期复核之后都改判监禁20日 无线电视记者刘俊玉报道 政府建议公务员分批宣试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有议员关注违反誓言法则 政府说会按现有的法例和机制处理 政府要求今个月起新入职公务员 需要宣试或签注文件 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成为入职要求 现职公务员亦都要分批安排宣试或签注文件 在立法会公务员事务委员会议上 有议员质询不宣试的后果 是否不让他升职或者是要炒鱿鱼的 如果是获晋升较高职级 或者是获推荐转任令的职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也会作为一个要求 现时的机制就是没有一个即时就可以炒鱿鱼 或者是要勒令他退休 就是要他被逼离职 这个一定要看回个别的情况是怎么样 按回我们已有的法例和处理机制 那公务员公元时间又会不会受规管呢 参与一些政治集会游行 其实在你们的标准里面是怎么去制定 如果你说参加一些集会示威 是反政府的 那你公务员自己本身的身份 你的政治中立的要求就是去 支持在任的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落实好政府政策所以肯定是有违反的 也都有议员关注如果违反誓言有什么罚则 如果他是犯了国安法里面那些的罪行 又判刑的 那里面的条文也都说了 就是那个公务人员会取消他的职务 至于在其他的一些事情上 按现时我们目前处理 他又说会研究是否要加强有关机制 无线电视记者 吴海薇报导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法国和德国提出措施反制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 不过未有考虑制裁中国 预计将会在下星期一的欧盟外奖会议上讨论 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之后 多个西方国家采取措施反制 法国和德国也都打算加入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法德量国建议加强香港公民社会的力量 以回应港区国安法 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对港出口警用装备 例如橡胶子弹和催泪弹等 比早到政治打压的社运分子 更加容易在欧盟国家长期逗留 以及增加港人去欧洲留学的奖学金 不过未有建议制裁中国 报导引述外交消息说 多个欧盟国家深入研究港区国安法的条文之后 都认为影响将会相当严重 因为法案对香港境外人士也有效 欧盟公民就算不是身处香港 也有可能面临后果 所以支持法德的建议 建议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的 欧盟外长会议上讨论 欧盟官员强调建议仍然有修改空间 因应港区国安法实施 英国早前宣布持有英国国民 括弧海外护照 即是BNO的香港人 逗留英国的期限将会延长至五年 之后可以申请公民资格 澳洲也都宣布延长港人的留学 和临时工作签证到五年 之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并暂停执行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加拿大也都暂停执行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并且同美国一样 禁止对港出口敏感军用技术 对于外国针对港区国安法 采取反制措施 北京一直强调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 中方推进香港国安立法的决心坚定不移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进报道 美国制裁新疆惠吟自治区四个官员 包括政治局委员 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指他们严重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 中方说如果美国坚持制裁 中国会坚决回击 四个被美国制裁的新疆自治区官员里面 最高级的是自16年开始 担任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 另外三个分别是新疆人大常委副主任朱海伦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黄明珊 以及自治区公安厅前党委书记霍楼君 美国国务院同财政部 星期四分别公布制裁措施 说他们大规模任意拘留 以及虐待维吾尔人 企图铲除他们的文化和穆斯林信仰 因此应用全球马吉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凍结四个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资产 并禁止陈全国、朱海伦和黄明珊 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入境美国 白宫说这是美国对中国侵犯人权 所采取的强力措施 但强调不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协议 在北京 外交部对美风有关行径表示 坚决反对 最强烈献证 针对美方错误行径 中方决定对在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 有关美国机构和个人采取对等措施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赵立坚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无权力、无资格还家干涉 无线电视记者梁明珊报导 稍后回来还会报导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 马云认为疫情加速人工智能的变价 长江中下游沿线水位持续上涨 灾害防如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 有内地科技公司展示人工智能如何协作防疫抗疫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认为疫情加速人工智能变价 疫情之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多个科技巨头都没有亲自到场 身在云南已退休的阿里巴巴前主席马云以真人投影方式出场 他说人类以往担心人工智能抢饭碗 但疫情一度人类反而被机器走在前面 腾讯主席马化腾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大会 大会播出他的语音留言 说要努力给人工智能实现可知可控可用的新科技 今年大会主题是支联世界共同家园 有科技公司展示人工智能防疫抗疫的功劳 我们正在进行肺炎疫情相关的信息收集 那需要您帮忙回答几个问题 感谢您的配合 请问您现在在合肥吗 我在 那你们家现在是几个人一起住呢 我们家现在是三个人 曾经参与前线抗疫的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皇说 人工智能在疫情防治发挥作用 但他不认为可以代替医生的工作 内地昨天新增4宗新冠肺炎个案 全部都是输入病例 山西、内蒙古、辽宁和上海各一中 而北京连续4日没有新增本地确诊和移植病例 6月开始涉及新发地市场的疫情 累计72人康复出院 263人仍然留意 24个无症状感染者继续接受观察 国家卫健委说近10日 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维持在个位数 新增境外输入病例大概占了八成 需要保持警惕 加强口岸边境的疫情防洪 内地暴雨持续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黄色预警 长江中下游圆线上位持续上涨 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去到2級 福建南平母仪山 星期四开始下暴雨 河水暴涨 境区全部关闭 猴旗系高处避险 有观光船被洪水冲散沉没 石桥被冲毁 湖北省6月开始7次大范围下雨 900多万人受灾 其中武月市河桥镇有河道溃堤 附近四条村6000多人紧急撤离 百多名官兵连夜长修交固堤壩 江西亦有400多万人受灾 浦阳沿水位一度达到23米 超出境界线2米 有堤壩缺口达100米 江水不断涌入 附近8000多名居民的房屋被淹 中央气象台说受到强江雨影响 长江中下游圆线水位持续上涨 将长江水罕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 提升去到2级 同时发布浦阳湖 湖口附近江段的红水红色预警 内地公安系统有人事调动 国务院公布刘超接替孟庆 担任公安部副部长 陕西人刘超法律系出身 是公安部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副总警监 国务院同时免去聂福于 公安部部长助理职务 全国公安机关星期四召开会议 说坚持政治建境、从严治境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纯结公安队伍 彻底肃称周永康等人流毒的影响 内地快周十一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发射任务失败 内地传媒报道快周十一号运载火箭 中午在走传卫星发射中心 执行第一次飞行任务 踏在内地视频网站、视频卫星的火箭 飞行过程出现异常 发射任务失败 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分析调查 快周十一号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 直径2.2米 最大运载能力大概是1.5吨 是中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强的固体燃料运载火箭 钻看财警消息 美国计划因应港区国安法制裁香港 据报有国际银行正是检视面临制裁风险的客户 中心银行亦都研究应对方案 学者说美国的行动会损害自身利益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至少两间大型国际银行已啟动对客户紧急审查 找出可能面临美国制裁的香港或内地公司以及官员 有需要的时候会终止和他们的业务关系 路透人述消息说 内地多间大型国有银行正研究应急方案 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更加预期 最坏的情况下 有机会被禁止以美元结算 甚至切断美元供应 有学者认为中美金融和贸易关系紧密 制裁行动会损害美国利益 美方很想中方买多些美国货 禁止了它 我不帮你续续线的 即是令到在中国的客户 就算我买美国货 我基本上没有办法 能够帮你付钱 令到自己本国企业去做营运有问题 除非你的目的 你是要完全 无论是进出口 金融交易你完全吃鬼 雙千千万口 可能是相定办法 至少一千都不出奇 外界预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 最快下星期初 签署香港自治法案 制裁推动港区国安法的内地官员 以及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 包括冻结资产 和拒绝相关人士入境美国 无线电视记者 梁炳怡博特 看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 今天收射报25727点 跌482点 总成交1,945亿 欧洲故事 倫敦富士100指数升27点 巴黎剑指数升16点 德国Dex指数升58点 下一节仲会报道 一告公 新加坡国会选举 预料执政党将会胜出 今次亦都被视为 对新一代领导班子的信任投票 继续新闻时间 已顾澳博榮与主席何鸿燊的桑礼 在香港殡仲的家人先后抵达殷 包括二房的大女何超瓶 弟弟何游龙 三房的儿子何游启等 多位政商界人士也都到场自制 灵堂的横扁写上笑语为握 国家主席习近平 由何超瓶独出自现电名单 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 总理李克强 和前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等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自到辞的时候 看到何鸿燊一句令他深刻的说话 一定要做到为止的 不输的 这是他人生的哲学 是他一生如此丰盛 如此充满光彩的成功秘诀 他的谭笑丰盛 豪迈直率 从不摆架子 在在场就永不会有冷场的 我记得他说一句 我一生人都没听过一个no字的 一定要搞到yes为止 他的自信 他的魄力 是令人赞叹 只要有何博士在 我们筹款的工作 就少了很多压力 他出心出力出钱 对于一众慈善机构来说 何博士是命负其实的 何大仙 是有求必应的 何游龙之后代表家人发言 我们全家虽然很不舍得 但是安慰的就是父亲走的得到好的安详 经常教导我们 取诸社会 用诸社会 家父的教导 将会永远都留在我们心里面 今后 我们也都会继续家父的精神 董建华 何口华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 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李慧龙 商人李国宝 胡应商和李叶广 负责负宁 何鸿燊在5月26日逝世 中年98岁 在大念和七殷移式之后 将会摘吉日安葬 母亲电视机者 关可为报道 受疫情影响 今个夏天可能没有办法去外国旅行 不少市民选择在本港酒店玩 消委会提醒 选择酒店的时候 要做足资料搜集 以免同期网友落差 这几个月不少人都选择staycation 即是留在香港住酒店当度假 一些五星级酒店 给大约一千元 可以住一晚包两位自助早餐 不过你去时我又去 check in已经要大排长龙 早餐限食一个小时 游泳最多游一个半小时 想坐太阳椅休息享受 都要拿飞排队 游泳池我们来到都比较多人 都有五六十人 都会逼一些 都不是很游到水 通常都是打完卡就走 可能都只是多人入住 例如点心那些 都很快就被人夹了 消委会说近期收到 不少消费者的意见 说住本地酒店的体验 同期望不符 外国来的客人都是在城市游 所以其实他们用酒店设施 那方面的需求或者量就没那么大了 如果你的酒店设计 不像一个度假村 是可能令到客人有期望上的落差 不要只想着成本的控制 你都要想着客户的体验 是要令到那些人开心 消委会建议消费者 在选择酒店的时候 要做足资料搜索 亦都可以预先和酒店沟通 了解哪些时间 教小人用酒店的设施 业界人士说希望客人体量 平时它可以限量三四十人 突然用一百人以上 你使用一定是迫爆的 每天我们打开门 你灯油火纳 员工薪金等等 你都要开支 酒店唯有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就是做一些本地家庭式的市场 他又说就算酒店推出优惠吸引到客人 在扣除成本之后 正是足够应付日常开支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映报导 好 好 我本来说